好那我們做完就是武器之後那我們就要開始用鍵盤輸入 然後來控制角色的動作也就是控制Animator這裡面的參數的變化 那首先我們要控制這個Animator的話我們必須先要取得這裡面的資訊 才有辦法做控制喔 那我們這邊 就先 宣告一個Animator的變數 然後叫做 KumaAnimation 那我們在Unity裡面啊 Inspector裡面的這個面板啊 你選擇 你的物件之後Inspector裡面的面板裡面的 每一個東西像Rigibody啊或者是我們自己建的Animator啊 這些都叫做Component 那我們就要去 抓取 這個Component 來取得這個Component的資訊 所以說我們在遊戲執行的時候 就要來抓取 我們遊戲物件 的Component 那這裡面就是 你的Component 叫做什麼 取得這個Component之後呢 取得這個Component之後呢 就是我們這個Animator的Component之後 那我們要控制 這裡面的 的變數嘛 所以說 我們這邊的做法是說 我們的 Script裡面有一個變數 然後控制好這個變數呢 再把我們 這邊的變數 丟回給我們的Animator裡面 那這邊有MoveX跟MoveY 所以說 我們這邊也要有 MoveX 的變數 跟一個 MoveY的變數 好 那因為這種宣告方式我們看不到 所以說 我們用 把它 顯示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 這邊 MoveY的變數 好 接著我們就要 就是 要按鍵盤上面的 鍵 然後來去增加他這個變數 然後再把這邊的變數 丟回到我們 Animator裡面 所以說我們這邊要先設定說 我們鍵盤要按什麼 那 這邊就用一個 布林 布林類型的變數 來判斷說 我們是不是 按下了鍵盤的 某一個鍵 那我這邊 布林 變數就取名叫 MoveFront 然後就會是 Input 當我們 輸入了 某個鍵 這個鍵 要往前走的話 我可能用 W 一般就是用 WASD來說 前後 左右 好 如果 我們的 MoveFront True的話 然後我們就要去 增加我們 上面 MoveY 的這個變數 那要 怎麼加 OK 我們就用 隨著 他的 Brain 去 一個一個增加 好 那這樣當我們按下 那個 W的時候 那我們 MoveF這個變數 就會是True 那當他是True的時候 那我們的 Y MoveY的這個變數 就會增加 那我們就 先按 Play看一下 好 看到右下角 MoveY這邊 當我按下W的時候 OK 那 這個變數就會開始增加 那我們要 再把這個變數 丟回給我們這個 Animator裡面的MoveY 所以說 變成說我們要去 設定 MoveY裡面的變數 Animator moveY裡面的變數 因為這個 變數很多名稱都會 一樣 那只是 他在的位置 不一樣 就是對應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說 我們的 Kuma Animation 然後去 Set 設定 一個 Float Float 那這裡面呢 就是 可以 他的 參數就可以 填 你要 設的Float ID 或者是 那個 直接打你那個 名字也可以 那 這個的名字呢 就是 我們這邊的名字 好 那我這邊就直接 MoveY 然後 這個MoveY的變數就要等於我們 在Squip裡面設定的MoveY的變數 好 當我們按下 Play的時候 好 按下W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往前走了 那這邊 當我們 還要做 就是我們還要 再做一個當我們 放開我們的按鍵的時候 那我們要讓他停下來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變數就要讓他 歸零 好 就是如果說 當我們沒有 按下 W的時候 那我們的 MoveY 就要是 零 好 這樣 好 好 那他就可以 停下來喔 可是呢 呃 他會停的很突然 就會突然這樣會有個 Jump Cut 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我們希望他 慢慢的 減少他這邊的數值 那 看一下喔 這邊我們就 重新修改一下 那用一個 呃 就是上課講到的那個Smooth Stamp 讓 程式自己去計算他要 慢慢的回來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要讓他程式計算哪一個值 就是我們要讓他計算 我們MoveY的 這個值 然後 回來要回來到多少 就是 從 這個值 到這個值 這個是我們的 就是這兩個值 去做 呃 緩衝的計算 那 再來呢 我們希望 他 呃也不是希望 就是他的緩衝的計算 會慢慢遞減嗎 那遞減的這個過程就交給 Unity去做計算 那但是他計算 的過程 還是需要一個變數去 去讓他 慢慢的做改變 所以說我們還是需要一個 Float 的變數 然後這個變數呢 就是 給Unity去做他計算的過程 那 再來是我們希望這個過程 持續多少時間 那這邊我是持續 0.2秒 先長一點好了 0.8 那這樣的話 比較能夠明顯的看到我們 就是他數值 衰減的過程 好 慢慢的增加 讓他加多一點喔 然後放開 他就會慢慢的減少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完成我們 就是 角色移動的部分 前後左右 前後左右 移動的方式 就是 都跟 都跟這邊一樣 那還有一些細節調整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還沒有 上個禮拜上課 就大概是到這邊 所以說 細節調整的部分 比如說 當我們在 他退回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 下面這邊的數值 他是還有一個 零點幾零點幾 在那邊跑的 我們希望他 固定 就是零 不要有那個 小數點在那邊跑來跑去喔 那這就 留到 我們下次上課再講 那同學們可以先把 前後左右的 動作都 做起來 基本上就像是 這一段這樣 變數的話 也是 參照上面 這樣應該就可以先把 前後左右的 移動做起來 那我們下個禮拜 就可以來修細節 那這個禮拜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